主料,蛋两只,滴粉45克,辅料,油25克,酸奶35克,白砂糖30克,白醋几滴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按配方将酸奶和油在盆中搅拌均匀,加入两个蛋黄后搅拌均匀,放入货三的滴粉,以十字和切拌的手法将滴粉与蛋黄糊拌均匀,拌匀后的蛋黄糊拌均匀, 蛋黄糊成可流动,粘稠的液体,蛋白放几滴白醋后开始搅打,分别在于眼泡,湿泡和干泡,那时候放入白砂糖,这属于湿泡状态,干泡状态,打至硬泡,打蛋头拉住小尖角,完成,取三分之一蛋白与蛋黄糊拌均匀,注意采取斑均匀的方法,拌匀后将蛋黄糊的回蛋白中重新以拌均匀的手法拌匀,倒入模具中, 大力震动,一下排除空气,放入已经运热的烤箱,内120度40分钟转150度20分钟出炉倒口,完全冷却后脱模,烹饪技巧,要想起风蛋糕长得高,一定要注意两点,一般一定要打制硬泡,二半蛋糊的时候,千万不能打圈半,否则滴粉会出精力 鸡蛋白消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